新竹市的那谷塔位约有10万多个 在历经多年的使用之后 目前剩下1万多个塔位的空间 现在市政府正在进行新建那谷塔的工程 预计111年完工 届时将可以提供4万5千个塔位空间 我们新竹市大平亭那谷塔 目前的总容纳数量是10万多个 那剩下可以使用的塔位数量 大概是1万多个 预估只能用5年左右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大平点 新建那谷塔的工程 那这个预计会明年完工 到时候将可以提供4万5千个塔位 公民众使用 可以舒缓我们新竹市塔位不足的压力 那谷塔新建工程已经获得 2019国家卓越建设奖 最佳规划设计类金纸奖 目前工程进度来到了6成 内外墙面都是以清水模呈现 新建那谷塔考量坐项以及位置 坐落的方向可以看见沿海的景观 再搭配外墙踩斜切角的设计 室内有大量的采光 通风不阴森 目前新建的这个大平顶工程 它其实有几个亮点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未来我们在新旧交界都会做一个长廊 那个长廊它未来会做一个户外的一个计时空间 以前是清明节的时候都搭棚子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固定的设施 这个长廊就会把新旧做一个融合 那另外说这种原本的现在做的这个主体 它是用全部都是用清水模的方式去做这个试装的部分 所以我们清水模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的模板 然后透过那个高流动的一个混凝土 让拆模之后它就是一个完成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意象是跟庄严 然后大气 然后整个低调去做一个结合 新建纳谷塔在三四楼也设计了观景阳台观景平台 提供民众赏景空间 另外新建纳谷塔将不导入任何的宗教信仰 仅设立祭祀的空间 供民众办理各式的宗教仪式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让他们非公众 这是市场沙 请不吝点赞 至少 songs 可